回到学校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好在研究生的门禁不如本科时那么森严,再加上是暑假,留校的学生数量有限,都已经跟阿姨混得眼熟了。 魏无羡的三个室友都回家了,线下寝室里就剩他一个人。 也好,魏无羡放任自己难过一会儿,一进屋就扎在了床上,衣服也不换,也没想着去洗漱。 任凭高档的西装被弄皱,与蓝忘机的相比,魏无羡身上这套放了几年的西装实在算不上精致。 可那又怎么样,再好的西装不还是在魏无羡不管不顾的拳头下被拉扯得狼狈? 就是蓝忘机能任凭自己揍他还不还手,让魏无羡多少有些意外。 呼,魏无羡猛地从床上坐起,不知是动作太快还是回来一路蹬得太快, 又或者是没走心地烟猛吸起来,就是很难受,这会儿生出了阵阵恶心。 蓝忘机离开的这五年时间里,魏无羡早就把被他养出的矫情劲给戒掉了。 所以,这会儿也没想着用什么办法缓解不适感,反倒是大痴痴地进了洗手间。 脱下的西装被胡乱地丢在了一旁,因为走的时候忘记烧水了,所以现加热也来不及了,水温偏凉。 也好,魏无羡需要清醒,再加上本就是大夏天的,也不觉得冷。 冲了个早感觉清爽不少,就是从浴室出来的时候打了好几个喷嚏。 一时间,他又想到了蓝忘机,想到了今晚那个吻。 算什么吻,视线扫到了堆在那的西装,这种衣服是不能用宿舍洗衣机随便洗的。 再一想到今天遇到蓝忘机,魏无羡就想把这衣服给扔了,可以后上班总是难免要穿西装的,没必要跟前过不去,更别说他现在已经身无分文了。 叹了口气,又把那套西装挂了起来。 重新躺在床上,魏无羡不禁开始思考蓝忘机今天出现在他所实习的集团里是什么身份。 不知怎么就想到了同事口中回国的新总裁,于是连忙上网去搜,却发现根本查不到哪位新总裁的名字。 而当他查到这个集团姓蓝的时候,整个人都不好了。 根据他所查到的那点信息,以及同事八卦的内容,其实可以判断出蓝忘机就是那个新总裁的概率很大。 退一万步说,就算蓝忘机的确不是新总裁,那他跟这个集团也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蓝这个姓氏其实不算多,这么富的就更是少了。 刚好蓝忘机今天又出现在年终活动里,这种推断也就不难了。 这是导师通过自己的人脉给他的实习机会,带的三届学生里就这么一个名额。 魏无羡在这座城市也已经上了两年学了。 对于这家集团当然是不止一次听到过的。 不仅如此,同校的很多学生也都十分希望自己能进入到这家集团下的各个分公司。 若是能进到总公司就更好了,薪资待遇就都会高出同届毕业生了。 为了搞科研而上学的学生其实还是少数,绝大多数还是为了生活,为了赚钱而已。 所以,不论是从现实出发还是从导师这一感情方面考虑。 因为蓝忘机而直接放弃这份实习机会,以至于以后都离这家集团的所有相关公司远远的,实在是一个过分愚钝的决定。 可魏无羡就是不想见到蓝忘机,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一时间,魏无羡陷入了纠结当中,何去何从成了困扰他的问题。 若是江叔叔没有欠下那么多钱,此刻的魏无羡也许根本不会犹豫,哪不能赚钱。 好歹也是个研究生了,就算赚得不多也不至于很少,没必要非在这家公司吊死。 但现在不同了,魏无羡需要钱,而且需要很多钱,所以他就很难直接放弃这个机会了。 也许,会不会是他想太多了? 你看蓝忘机,今天也根本没有追出来,到现在,他的手机也是很安静的,根本没有任何要被人缠上的势头。 还有就是,魏无羡已经不是几年前的少年了,他不可能再喜欢蓝忘机,也不可能再相信蓝忘机说的任何话,做的每一件事。 所以只要他不愿意,蓝忘机又能拿他怎么样? 更何况,还有蓝忘机的老爷在,更不会任由蓝忘机与他有什么牵扯,所以魏无羡可以放心。 像今天这么疯狂的事,应该不会再发生了。 而且,五年了,毕竟蓝忘机那样的人,根本就没喜欢过他,更不会有任何与申请有关的行为与心理。 况且,他只是在一个分公司,再看到蓝忘机的可能性,就几乎为零了。 所以,魏无羡更应该把今晚的插曲忘掉,接下来继续好好实习。 像之前的计划那样,争取能留下来,毕业后直接转正。 这样一想,魏无羡终于能松一口气了。 已经很晚了,魏无羡看了一眼时间,好久都没有这么晚,还没睡觉了。 同众早就回他消息了,问他怎么样,用不用吃药上医院之类的,都这个时候了,就装作睡着了,明天再回吧。 好在明天是休息日,睡到自然行,也算是一种幸福了。 周六接到江城的视频电话,根本不意外,睡眼惺忪地嗡了一声。 还睡呢?不像你呀。 一时间,魏无羡忽然一阵心虚,清醒了不少,回笼叫,你这嘴怎么坏了? 上火了?魏无羡更心虚了,动了动手机,没,就有点干吧,坏了吧? 平时多喝点温水。 嗯,知道了,跟你说个好消息,爸妈生意上的事,其实看江城的表现应该是不知道魏无羡给家里拿钱的事。 说是能报警,大概率不用还,呼,我这颗心可终于能舒坦点了。 魏无羡装作惊喜的样子说着,好事,真好,总算是能再次在江城的身上看到惊气神了。 你看,钱就是能解决生活中的很多问题,还有一部分问题大概是需要很多很多的钱。 周一上班,魏无羡的确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安。 没错,他怕会再见到蓝忘机,好在并没有发生,就是很平常的一个工作日。 这样正常的实习生活又过了半个月,魏无羡已经完全不会想蓝忘机会不会突然出现了。 甚至想起蓝忘机时都会忍不住自嘲,果然那天什么都不算,蓝忘机怎么可能对他有任何感情。 可这半个月里,魏无羡却不止一次地梦到那晚,每次梦到都会重新将他拉回到那天。 蓝忘机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在他脑海中循环播放。 若是换个男主,魏无羡可能真的会认为说那些话的人是爱而不得的申请。 你们这批实习生运气也太好了吧,哪有公司团建能允许所有未毕业的实习生参加的,还可以带家说,也免费。 话音刚落,大家就忍不住欢呼,的确刚进公司实习一个来月就赶上团建,着实能让他们放松放松,顺便还能再次感受一下集团的好横。 唯一没有加入到实习生狂欢中的人大概就是魏无羡了,因为这种团建又是集团一起组织的,就像那天的年终活动一样,所以,会不会又遇到蓝忘机?